西北台的威力到底有多强大呢 当年1997年温尼台风的大雨 直接冲破细致林肯大郡的挡土墙 直到现在都呈现一片废墟 时隔20年整栋大楼依旧被土石紧紧贴着 当年西北台温尼造成林肯大郡高达28人丧命 2004年爱立台风同样也是西北台 新竹土厂部落就有15人遭土石活埋 这个台风从这里过 从这里过就叫做西北台 你看这里吹的都是西北风 台风预测涂上浑原扎实的玛丽亚 穿过台湾东北海面 专家指出今年最强台风 玛丽亚也是标准西北台 如抽水马达般扑来 北台湾沿阵以带 称为西北台 就是因为台风中心穿过基隆与彭加雨之间 北部和西部地区 淡水河扣吹起西北风 风向几乎和海岸线垂直 积水不易宣泄 甚至容易引起海水倒灌 马路成了汪洋一片滚滚泥水奔腾 闪孔爆发 派出装甲车救援 尽管这回玛丽亚可能不登陆 但成了西北台带来的强风豪雨恐怕更猛 首当情绪就是桃源伊北地区 绝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林伟王乃渝台北报道